总之这些他就是超能力 那是我的时间文明 现在人他就是一个情感文明 最后一代 就所谓第五代 他把这些功能都隐藏了 他是说他的外形他的气质 我们觉得他是最完美 包括我们花了时间 我来修成了 就是都是人形 幻化都是人形 人造的神 神到底是不是受了那个 有的好像也是 很奇怪 你反正他这个人生难得 很多动物成精的 那上千年到晚 他也要来个人生 再说 奇怪人家很多本领 为什么要当人 当人你怎么不好当 就是 然后这个 他这个消逝 这些文明的堕落 是由于地球司机转换呢 包括什么这个绝地天通 是吧 这个公共露出不动山 那 这 这是我就是人神 他就突离了 另一个时代又来了 大概这个意思 嗯 我们不管学历史学地理啊 都领会精神 所有都是领会精神 然后 这个 大洪水等等 好几次 就是几代文明的衰落 都是因为这个 还有就是说 核战争 所谓亚特兰蒂斯 这种 这个传说 就是 人家不是说 光传光说 他有一些 一些记载 就是 不过代代这样传下来 口传新生 那时候很多时候没有 至少现在 近代人类是 他这个 这个 原始人这样过来 那就更没问题 到底怎么搞的 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东西 然后 就是 还有跟他们 那个 叫 猎户座 就是 亚特兰蒂斯 他们 那个时候来的人 那个星球的人 简称 外星人 不过就是 生命 然后 就是跟这个 这个 人类啊 有互动 包括这个 可能说是繁衍后代呀 等等 这这种 那 那就时间长了 咱就 跟哥们爸说了 这些 怪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 他这个 嗯 嗯 中国 过去也讲 有 猎户座 叫 毕斯参 那个参行 还有什么 某日星光的 西游记 就是 反正很多行 包括这个过去写诗 西北望射天狼 天狼 天狼 都有生命 就是 这些 就是西方 当然西方它是主要是以希腊 啊 这个 传下来的比较多 而现当代 他这个 他就发展了嘛 因为他发达 所以说他就把这些 他现在在主流 讲 他的 至于说那些玛雅啊 那些这个这个什么 有的民族都找不到理由 反正三楼各地 那有有些他就是 人家 那个时候更厉害 有 就 没办法说 反正你就记得西方 就是智力破碎 看中国呢 他整个脉络 道体 我们讲道买传承 中华文化 世界大土 小谷广民 这些思想 一定要 就是说 带来传下去 最重要的 中华才能 一律师